詞曲 李宗盛 擠得這樣子 這麼安安之類的 那個隨便搭 對 好 那所以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東西怎麼用 待會需要各組齁 就是我們應該有分組嘛 所以說呢 就是請各組的人呢 可以針對我們待會討論的幾個問題來Key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不要Key在哈囉啦 然後 這是問題 請到最後的那個測試區 OK 你也可以幹掉你自己 也可以幹掉別人 但是待會的問題討論說不要幹掉別人 OK 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 我待會會邊講的時候呢 因為希望各 因為今天這一堂 我們請Thomas來是沒有slide 沒有簡報 但是呢 我們希望可以把一些重點給記下來 所以說呢 大家如果呢 覺得有些地方是重點記錄的 可以直接key進來 就是說寫的比較摘要 是讓未來大家看到這個文件的時候 回想起來 記得的今天Thomas講些什麼 OK 重點是這樣 我也會進來寫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進來寫 那等一下會針對四個問題 然後各組可能進行一些討論 我們再提出就是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好 那 那這一堂時間喔 我們大概會到五點多 然後呢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堂議程 以及他如何進行的 那今天我們的這位講師 就是Thomas瑤這位 那他是從上海過來的 就是他現在是 我們今天有一個 有個贊助商叫Git Cafe 那大家可能有拿到一件衣服 就我身上穿的這個衣服 就是應該拿到吧 是不是 應該有 那這個就是 他背後有個小小的字 就Git Cafe 因為這次是贊助廠商 我現在在這邊工作 然後他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 創辦人 然後呢他其實看起來很年輕 因為呢就是 因為真的很年輕 對對因為真的很年輕 我跟他在一起 我都發覺我自己變很年輕喔 那其實我是那一家公司 年紀也算比較大的人 然後呢他是1990年次 就是民國89年 如果各位可能年紀覺得 民國89年可能跟各位年紀差不多啦 那他會講一下他自己的一些 學習經歷 因為他本身也是從 國中開始就自學CF 自學這些東西 然後到高中就自學 後來呢他成為一個 拒絕高考 就是拒絕聯考的小孩這樣子 就當時他就不想要去投入到 那個中國的大學聯考 然後他就 就開始在 他19歲的時候 開始在上海 Linux User Group 擔任那個組織者 就是16歲的時候加入了 等於說就是很早期 就接觸上海的 地方的自由軟體社群 所以說今天就 我們趁著就是 贊助CoastCop的這個行程 順便就贊助了一些 台灣的活動 例如說Seekon下令營 我就說啊 既然我跟Seekon之間 有很深的淵源 因為我是Seekon顧問嘛 所以我就說 那乾脆就拉了他來贊助大家 所以之後大家離開的時候 還會得到我們的馬克杯 我們今天還沒有發 東西比較多 各位那個營隊 結束的時候 再拿回比較好 一般都用溢水 OK 我們有Seekon馬克杯 不是Seekon Git Cafe Git Cafe的馬克杯 那今天就是 這個議程呢就是 我們是非常自由的 所謂的自由的意思是說呢 你隨時如果講到 他講到什麼 你覺得聽不懂 你就會問說 這什麼東西 譬如說沒聽清楚 因為有時候 像我剛去大陸的時候 就是講了一些口音 我可能會忽然間聽不懂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疑惑的話 沒關係就直接問 他會去給大家很好的解釋 那我是聽得懂 完全聽得懂 他講的口音現在 所以說我也可以 為大家做一些解釋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就 我們就 歡迎Thomas這樣子 謝謝 我有一點點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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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p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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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